今天的比賽已經來到最後階段 只剩下兩條搶答題 究竟哪一隊可以成為我們今天的冠軍呢? 加油啊 仇! 給點聲音來聽聽 唉 行得好難啊 去到最後幾條了 待會我不懂得回答怎麼辦? 你給我定吧 我看了今期消委會報告 這兩條題目我一定會回答 今期消委會測試了30款張裝水樣本 每公升售價由3.6至114.7都有 種類包括蒸餾水及純淨水 加了礦物質的蒸餾水及純淨水 還有天然礦泉水及氣泡天然礦泉水 問題來了 平時我們喝不同牌子的裝水 都可能會試到不同的味道 究竟有沒有一個指標 是可以分辨到水的味道的呢? 水就是水味 我看要怎樣分辨它們 我先問我 TDS含量 水一般來說都是無色無味的 TDS溶解性總固體 正正就是其中一個 會影響飲用水味道的口味指標 因為水中不同的物質 包括礦物質配搭起來 會產生不同的味道 數值越大 就代表樣本的礦物質含量越高 水還會比水源、產地、礦物質 和消毒劑含量 還有過濾方式等因素影響味道 今次天然礦泉水組別樣本的TDS含量 由每公升19 去到657毫克不等 測試發現 都不只有礦泉水才有礦物質 有一款純淨水樣本的TDS含量 都去到每公升24毫克 比其中一款天然礦泉水樣本 都還要高 我平時喝過純淨水疏 那我是否要轉喝礦泉水才健康些 有甚麼所謂 不是又是水 看回世衛報告 食物先是善食中攝取礦物元素的主要來源 不過對於一些未能由日常食物中獲得足夠礦物元素的人士 喝天然礦泉水就可以幫忙補充一部份 今次天然礦泉水樣本中的鈣含量 大約由每公升3.1毫克至210毫克 一個體重60公斤成人 如果每日飲用2公升鈣含量的最高樣本計算 單靠飲用水 可能攝取每日鈣質推薦攝入量的52.5% 今次他們喜歡我真的很生氣 最後一條 我們可以檢測些甚麼去測試磚裝水的產品安全 蛤?很多個範疇很害怕出事 那我可不檢查哪一天才好 是呀,真的很難,我都不懂得 據我說 最重要是檢查有沒有殘餘的消毒劑 為了控制水中微生物的生長,做到安全飲用 製造磚裝水時,可能會加入綠或綠胺這些消毒劑殺菌 如果消毒劑殘餘物過量 可能會令人胃部不適,或者對眼、鼻造成刺激 幸好今次全部樣本都沒有檢測6安 只有少量樣本檢測6殘餘,不過都沒有超標 最後給你們多個提示 磚裝水的磚一般都只可以用一次 用完清空之後,就要放入回收箱或者入磚機 就不要重複拿來裝其他飲用 給杯自滑水呢? 這張水雖然方便,但卻不太環保 對了,比賽我整天,水都沒有喝過一滴 哎呀,膠裝對身體環境很大影響 所以出家要自備環保水壺,從源頭減數 做到可持續消費 可重複使用的塑膠水壺 一般都會標示主要物料、內熱溫度和使用注意事項 為了安全起見,如果從外包裝 產品外觀看不到產品的塑膠材質和編號 就不應該購買了 最後記得,應住較安全的塑膠類型 每次按鍵 每次按鍵 感谢观看